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散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周翔 散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真意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当然我们会期待您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媒体能不能够真正的独立 能不能够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除了专业者必须要努力之外 它更重要的是社会大众的支持 特别是在财政或者在分享上面的支持 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论 在大概几个礼拜之前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议题 就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秋竹满医师 皮肤科的名医 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遭到院方的不续聘 收到的不续聘的相关的文件 当然这个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我自己在医院里面尽心尽力 也非常努力不管是在医疗上面 或者在学术的发表上面 他都提出了非常多他的在他的专业上面投入 可是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一种 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在上个礼拜 其实包括立法委红森汉 还有包括相关的医疗单位 医疗团体也都召开了 这个记者会要提出这个问题 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 现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的秘书长 陈亮福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郭老师你好 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邱医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好 那这个邱医师他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一位 皮肤科的医师 那他其实在那边 从住院医师的时代 就是就开始一直在那间院服务 住院医师就是我们讲的 还是比较菜鸟 但是还在训练的阶段 他就一直在那边工作 那其实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那当然在他的最近一年的期间 但据他所呈现出来 跟媒体上还有他本人所讲述一些资料 其实是跟院方的管理阶层 有一些工作的调派 跟一些理念意见上面一些冲突 那最后也变成的结果就是 今天到了他这个契约 这个即将要到期的时候 那原本预想 就是说那可能其实契约是会延续 就是说还是会获得接下来的聘约 那但是结果院方就跟他说 那这个没有要续聘 这个契约到期之后就终止 那对于其实对于很多医师来说 那包括修医师我想可能也是 就是说我们反正其实平常 我们也可以没有特别去留意 契约上怎么写 但是其实他没有注意到 可能说其实契约上写 他其实都是用一个定期契约的形式 也就是一般的一年一批 或是两年一批的方式 他可以压的时间是有一个限制 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跟老板 好像我们台湾是很讲究人情味 我们不会没事想要去撕破脸 不跟人家有可能打不好的关系 所以可能预期就是说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们反正时间到 就是这个医院 我也没有做什么这个医院 这个不好的事情 这个医院也不是有什么 就是组织或规模上面 大规模的这个变动 我应该是可以聚在这边工作下去 那只是其实突然到了一个时候 发现这间医院竟然可以 无事 就是应该是说 这间医院竟然可以合法的 不需要负担任何成本的 那时间到 那就是说 那这个接下来就约 我们缘分禁 然后就说接下来就不再互相归属 这样子 那这个我想其实邱医师本人也都是说 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才发现说 我们跟一般的其实员工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平常就是大家续约是一件很自然的状况 可是当你突然间发现 突然间告诉我说你的合约到了 我不再续聘你 我们突然间惊觉到原来我们是有合约时间的限制 所以一般在合约上面都是怎么签署啊 那或者是说一般在这些医院如果要去解职 解聘这些医师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理由或是原因呢 除了合约到此以外 一般来说这个合约有几种形态 那第一个就是说他就是每个时间他就压 比如说这一年这两年 那时间一到他就通知你就会说时间到 记得去换约 那当然有时候会伴随里面一些条款的更新 比如说对工作内容一些更动 或者是一些薪资相关的东西 那就时间到了就收一些小小修正 不过但还有一些契约 可能上面就会写说到起码原则上已续聘 那或者是说就是他就压了一个时间 但是其实他就是以续聘的方式进行下去 甚至他说他也不会再去找你再重新签约 那但是甚至我们也遇过其实很多医院 那对一般劳基法员工就有比较严谨的契约的想法 可能也特别找过法律专家 或者是一些人资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顾问 就给他们一些建议 可是对于医师的契约其实就做得非常的松散 里面的条文可能就是大概的写一些 因为反正没有劳基法 因为里面条文就大概写一些说 需遵守医院相关规定 然后什么提供服务啊 禁忠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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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或者是說在跟醫藥無關的這些領域 他有一些重大的刑事犯罪 就要傷害到醫院領域 這跟一般的企業其實大概是很像 但是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這個醫院 他到了某個時候 基於任何的理由啦 就是說管理階層 你跟他之間的私人糾紛 或者說工作上就覺得調性不合 這個機構或是跟這醫療機構 跟這個醫院的長期的發展目標不合 那或者是基於任何的理由 簡單來講就是你不需要有什麼理由 那你其實你那期滿之後 反正原則上都是到期 就沒有要續聘 但是你剛剛談到一個還蠻重要的點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企業裡面 他可能有勞基法做一個參照 所以他可能會去參考勞基法 去擬立企業的內容 但是因為醫師他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是所有的醫師都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就寫得比較含糊龍頭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東西我覺得蠻有趣 像我們大學老師也是一年一聘 或是兩年一聘 可是如果要解聘 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就好像今天同學可能覺得哪個老師 覺得教得不太好 可能很多的意見 這個老師也未必會被解聘 為什麼 因為他要經過非常複雜的 這個所謂的審查的過程 例如說可能要經過戲教評院教評等等 那他一連串的程序 那解聘醫師他沒有這種程序上面的保障嗎 因為其實他不需要有這種程序上面的 特別去定義這種程序上的東西 因為我想會有自己的內規 那也許會有人評會 什麼各式各樣的人事的機構 然後或者說如果是私立技藥機構 可能會有董事會 等等這樣子的組織 那去決定他們人事 然後去跟他們的經營政策 是不是有辦法配搭 然後來決定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新聘一個人 或者說跟一個人不續聘 或者是要怎麼樣調動他的工作內容 只是說這都是因為 其實他背後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制度的來歸 因為我不太確定高等教育的老師的狀況 但是其實以醫療的領域來說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發生了像是張基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衛福部講了抑證言辭 我們會要求醫院說明 我們會希望說他們這個東西 還是要遵守某些基本的一些 但是我想那大概就是倫理價值這樣的東西 我們拿不出什麼規範來說 所以這個這有趣啦 就是他可能內部上面的規定 他的程序是由院方制定的 可是在外部 我們看到邱惠斯是透過記者會的方式 可是外部基本上來講 如果剛剛談到衛福部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教育部 外部他還會在做某種的協調 某種的仲介 某種的這種接受申訴的過程 那醫生是完全沒有 連外部保障也沒有 看起來其實就是沒有 看起來沒有 就是說你最後 醫生的話還會還蠻回到司法關係 就是說你發生這樣的爭議之後 只得回去看 當時的合約 那你炒了合約的東西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論證的輸贏 你只好打官司 但是不會有一個主管機關 像你剛剛講的大學法 引述另外一個特別的法 然後來講這個 論證另外一種權力關係的災難的法 來歸屬 來約束醫院 在這個狀況下 一塊醫訊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人員的這個 考機的評議 然後甚至是決定他的去留這樣子的做法 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工作有點可怕 就是說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風險 除了醫療本身的風險 在他的勞動條件上面 或在工作條件上面 也有很多的風險 是他自己沒有辦法掌握的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 最近才開始冒出來 大家比較熱烈的討論 那一直都有 譬如說其實在過去的 這個幾十年來這個時間 我想台灣的醫師 大概沒有人會料想到 連醫師自己都不知道 或不覺得自己會遇到這種狀況 對會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其實我覺得 本來醫師他這個去談約議約 或是說去跟醫院談工作條件 這樣子一個自由度其實是高的 那他就是他的技能被取代性低 然後醫院需要他大於他需要醫院的程度 所以醫院比較願意就是說 你要什麼我給你 然後拜託你可以丟來這個地方去談 那當然到了一個某個時候 我另謀高就 我覺得另外一個地方更好出入 我人生規劃 想要去偏鄉行醫等等的 我離開那醫院也祝福 然後就是到約 就是到就算沒有到期 或者是說到期了之後 反正就提出來 就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就先離開 這樣子 大家都是和平分手 然後就是沒有 不會太有什麼意見 那當然 但如果說是更年 但是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發生在過去 然後醫師是很有一個 bugging power的時候 可是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這個條件 其實越來越 比較沒有這樣子的條件 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 醫師對醫院的這個依存度 其實是越來越高 那包括就是說 我有很複雜的這個電腦系統 我很複雜的這個健保申報的體系 我離開了這個地方 我要重新去學習另外一套制度 這個東西 其實對我的工作來說 會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 比如說我是一個急診醫師 那我急診醫師 我不太能夠自己 我不是不能夠 不走是能夠 就是說我解決病人的所有問題 比如說這個病人發現 他有一個 嚴重的這個 手這個發炎 嚴重的這個 重大的急症 需要開導 然後我可能需要找外科醫師 需要找其他科醫師 一起來協助 那 原本我在這間醫院 習慣了跟這個地方 這種就是 團隊 跨團隊的 多專業的合作模式 去了另外一間醫院 可能不見得可以提供 給我這樣子的神夢 或者說我就要學習 另外一種人際互動的方式 那其實對於很多醫師來說 他是很跟這個體系的 那個附著性 你就是說 醫療的系統 或是整個醫學的系統 是越來越複雜 包括各式各樣的醫院的評鑑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設備器材 人際關係 他很複雜 所以醫生可能過去 是一個相對自主性 比較高的行業 他自己就可以來開診所 自己就可以來 決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因為 他的越來越系統 越來越系統越複雜 越來越龐大 所以那個醫純度高 所以他的相對之下 他原本有的這個自主性 或他原本可以發揮的專業 他不是不存在 而是會受到更多的限制 還有一個點 我覺得剛才管導致 歸結的這個其實非常的重點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點 其實是說 雖然我們在講台灣很多地方還是缺醫師 因為我們講偏鄉 之前也超過這樣的問題 可是在很多的都會區 其實現在是發生很多 其實是 直缺不足 但是人力過剩 這樣子的狀況 人力過剩 比如說這個地方大家都想要留下來 但反而可能在 尤其是都會區的大型醫學中心 反而現在看到是這樣的狀況 而且對醫院來講 就是說 那 大家那麼多人拼命相集進來 那我反正 我就是看那個 就是價低者的嘛 就是說 你願意給我熬 你願意在頂漾多的錢 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想要這樣子的人 我想要一個配合度高的 我想要一個 就是聽話的 不會在意我契約上面怎麼行的人 那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你這個醫師啊 那現在的這個 這個醫療工作環境之下 犯了這個形勢就逆轉 比如說你對醫院的醫存度高 而醫院其實相較之下 他的選擇也變多 所以如果這是一個市場 他的吸存的關係 買賣的關係 事實上已經做了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在跟過去比起來 現在確實比較 有越來越走向是一個 脂肪市場 那這件事情後來的發展怎麼樣 就是張基有做出什麼樣的回應嗎 張基後來的回應 當然就是說 他們其實沒有這麼虧待 這些為求醫師啊 就是說該給的這個福利待遇啊 當然他們說法 其實都還是有給啦 當然這個有的是 到底中間過程中怎麼談 還是說其實後來 面對一些民體的壓力 所以才去改口 這有點不得而馳 那當然他們有特別去強調 就是說 那這個法律規範 就是我們尊重主管機關之後 怎麼去修訂 要不要去修訂性的規則 但至少以現在來說 那他們也是經歷過一個 內部的程序 合法的決定就是說 那不是合法 符合院內的這個運作流程的來決定 就是說不要跟這個求醫師續品 那這樣子的一些做法 那當然他們是迴避的去談 就是說是不是有一些原事鬥爭 或這樣的問題 但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也不是重點 這其實在每個機構都會有吧 這也都會正常 即使有是很正常的事 這種就是宮廷 這個 這種宮廷內鬥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大家會很感興趣啊 大家會覺得這裡面一定有一些 這也不是我們節目要做的 對呀 但其實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我覺得你沒有一套公平公開 大家可以同意的一套制度的話 那就會留許很多這樣子的採測空間 如果說我今天我是有一套法制的制度來說 大家就像你剛剛講到的 就是大專老師啊 這樣子要經歷過一個什麼樣的制度啊 然後比如說他 就是說或者是說像是勞基法一樣 就是他的解僱啊 他的解聘其實是要符合一些原則的 那當你做了這些事情的話 那就一翻兩瞪眼 如果說勞方覺得資方要變違法 那他可以去檢舉 他可以去勞結 我沒有一個依據啦 對 那如果說今天勞方也這邊也提不出 資方有違法的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至少可以理解 我們也是按照一個現在的法規的走法 那去走完這個程序 應該雙方都不會聽見 就不會像這個冒出一個這樣 事件的爭議 就是說好像互相有怨對 也就是會變成說 國家的角色到底在哪裡 因為你剛剛談到他是一個司法 司大概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司人之間的法律的關係 另外是透過司法體系 去做某種的仲裁 做某種的仲介 這事實上也反映出在這裡頭的國家的角色 好像是已經越來越淡薄 越來越不重要 但是回到這個案子來看 其實類似的案子 最近這幾年是多的嗎 最近的這個案子的話 如果說是這種勞戶關係之間的問題的話 就是最近的一個案子 張濟這一次當然有好幾位醫師嘛 各自都有不同的理由 當然不是每位都像邱祖反醫師一樣出來講話 那再更往前面一點 就是發生了 也是一樣基督教醫院 就是屏東的基督教醫院 他們當時也會在擔任他們的 平濟公會的理事長的詹治軍醫師 詹治軍醫師 當時的狀況就是說 也是被醫院找了一些理由 這裡面理由 當然有一些是比較覺得說 他擅自對外發言破壞冤獄 然後當然有一些是挑剔他立場工作上面的組合 所做的不夠的嗆盪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那後來後來也是不續聘 就是起滿 然後也是經歷過某些號稱是院內這個程序 然後決定說沒有要繼續聘有這個戰醫師 那但是後來呢 當然在這裏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不續聘 他其實是帶有一些 這個俠院報復的這個成分 就是以他以我的能力 以我在對政經院的貢獻來說 其他人都留得下來 憑什麼我留不下來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那所以這件事情後來 也有去打了訴訟 跟所謂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他其實是一個讓勞動部站出來去評估 就是說資方是不是有惡意打壓工會 就特別去欺負這些參與公會活動 很深入的這些勞工的戰略制度 那訴訟結果目前其實還沒有出來 不過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部分 是已經有認定就是說 你這樣子一個不當的一個不續聘 其實是有一個惡意打壓的動作 那這個大概也是一個最近的這個案子 其實從這兩個案子 我覺得有一個蠻微妙的對照 就是說其實好像醫院都會堅稱說 他們其實是有一些合法的理由跟程序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中 你都發現就是說 那其實他其實會調他一些毛病 這些毛病有的其實 不是那麼的完全是臨床上說 你沒有進好一個做好一個好醫師的責任 有些就是說你跟醫院之間相處不來 或是你對我們的經營風格好像有很多意見 也就是說他中間會有很多的模糊地帶 也許醫院是對的 也許醫師是對的 其實當這個地帶越模糊的時候 當這個法規保障越少越不清楚的時候 他的正義可能就會越多 那但是事實上回到這個相關的法規來看 其實醫生並不是完全不適用勞基法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個住院醫師跟組織醫師 上面的很大的不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 跟他從這個勞基法的角度來看說 醫生是不是要加入到勞基法的保障 加入到勞基法保障的時候 對病人會不會產生一些影響 那對於他自己的專業的發揮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他會更好或是更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 歡迎 - 歡迎 中華基督教病醫有醫生疾控 病醫沒有說病醫對臺 這是佩服科的醫生苦中患的技術 要提出進場的十天黃禮節 他的先生的小信聰 有哪在同一間病醫的 這如果有科學有哪讓人拍照 病醫這病是來報省 表示這是正常的臨時 有哪裏保留法律的對付款 人質在中期佩服科的醫生苦中患 一載那裡是照相跨境 他在網路發文基礎 我們在七過十個月 就在病醫做完一十五年 可以來退休 不過受到疫苗 沒有說病醫對臺 他表示病醫生是所欠他的問題 還在五月底來收到 無修憑的通緝 表示年紀到六月底 不過他看是在七過十個月 就麻二十五年可以來退休 病醫生 本媽仍有看無修的保障 這種無法保護的這個 朱棣遺書 都不能安心工作的時候呢 那病人的權益 你們真的放心嗎 你們的組織是可以任意被調動 苦中也集出 之前他的王子的小信聰 完全是在中期 而美好科也被逼得 現在在修傳病醫來認識 他小信聰也集出 他方向神將他逼得了 也更大到他的家裡的人 控訴中期百人排輯完工 已經是雙胎 而且一直是雙胎 他也會對儀師做同樣的大零式的 言語 這個願內的員工也常常遇到 一億風醫生命告表示 目前他有幾千空四十四個遺書 不過在四年半 只有四個主題遺書 起後期末無比修憑 這是正常人數真正的結果 也正會保留法務的水修款 因為學部也表示 不僅並非主動蓋接 你又收入當事遺書的定情 才會真正不來瞭解 此外的霸凌 所以還是要看事實 有陳情進來才會去處理 不會主動說跳躍去處理這種事情 處理時雖然表示 由於遺書並不是路規劃所保障的對象 就由第一位衛生單位來先了解 像風深受蘋果的求婚 你就算當事遺書疾控霸凌 也要提出丁情以及古特事件 才會進一步來解釋 繼續講話 蔡宏博多 歡迎下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歡迎能夠把我們的節目隨時帶著走 跟更多的人分享 當然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群眾的支持跟捐款才能讓獨立媒體 讓另類媒體走得更遠 報導更多更好更深入的節目 也讓我們也可以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 在幾個禮拜之前發生彰化基督教醫院 對於這個邱駐滿醫師不續聘的這個事件 我們剛剛從這個事件裡面談到了整個台灣醫師 在醫療體系他所面臨到的處境 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轉變 過去可能醫師有非常大的這個自主權 他的專業可以有很好的發揮 但是隨著這個社會環境的改變呢 醫師對於醫院的依賴越來越多 那所以類似的這種不續聘解聘的問題 恐怕也會是越來越多 但是剛剛談到很重要的點就是 那這時候政府到底在哪裡 國家到底在哪裡 相關的法律有沒有一些保障 在這些相關的解職上面的程序 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依據 這都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在關心的一個議題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呢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秘書長 陳亮甫陳醫師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陳醫師你好 陳醫師你好 在剛剛的節目當中 我們也提到這個勞基法的問題 實際上面這個並不是所有的醫師都不適用於勞基法 他反而是有一些差別 就是住院醫師跟組織醫師 他在勞基法的適用程度上是不一樣 這不可以給我們做一些說明嗎 好 那其實勞基法他現在他的涵蓋範圍 是有到一部分的住院醫師 一部分的住院醫師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住院醫師 那一開始其實醫師要爭取他的勞基法這件事情 跟今天邱醫師的爭議其實毫無觀念 這個類型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而是一開始 醫師大家開始發現公司很長 然後有一大堆的評鑑 然後去看診 還要去做研究還有一些行政上面的事物要做 對 那在過去其實你說以前的醫師公司比較短 其實也不會 但是說其實最近的這個醫師工作時間還是一樣的差不多 那再加上牛尼剛剛講到的就是說這種行政啊 平鑑啊 然後就是 健保申報啊等等這些繁雜這些事情產生啊 研究啊等等這些業務上面的壓力 那再加上說其實整個醫師的這個薪資待遇 我不會說低心啊 我會說平庸化 就是在健保制度之下 不見就是變得他不是像以前一樣 就是那種一飛沖天使的這樣子好的待遇 所以使得大家開始在覺得就是說 醫師他這個工作 他就是一份養家糊口的才識 那不像是以前一樣就是說 覺得做好像是一個 志向崇高的一個志業這樣子的感覺 那這種狀況之下 可是我們公司卻又那麼的長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布馬開始在醞釀 那又到了大概差不多十多年之前 十年之前開始有一些醫師 而且是在受訓階段這個醫師 因為公司很長的關係 所以就是遇到一個過勞啊 然後腦心血管病變的這樣子一些意外 然後所以當時大家就在想說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任由年輕醫師這樣子耗損 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方式有一些對策 然後來限制他們的工作時間 避免就是說他們在職場上面早早就咬針 那所以當時就覺得說 我們看了其他的東西就覺得說 勞基法可能是一個做法 那這個一路其實也沒有走得很順暢 大概也就是走了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 後來才決定就是說 OK 那我們來處理當醫師 那要勞基法的事情 可是呢就我剛剛講到 剛剛講的是這些受難的這些前輩 他們也都是在比較是住院醫師這個階段 所以當時的這個社會張力也會比較集中在就是說 我們先來優先處理這些公司已經比較長了 而且是比較他們的公司是比較好去框線跟 就是限制在某個時間範圍內這些醫師 然後來說那我們先讓他們適用勞基法 優先保障他們這樣 那組織醫師 我先講為什麼一部分住院醫師沒有讓路 因為公立 公立醫院的住院醫師 因為他們很多是約聘人員身份 是最有一點準勞基法性質的 準公務員性質的 所以他們跟勞基法這個是絕緣 那另外就是說扣掉這些住院醫師之外 就是說我們大部分我們所講的非住院醫師 就是主治醫師的這部分的話 其實是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尤其還是剛好回到剛剛的公司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說我們很難去限制主治醫師 一個標準的公司 那更何況是所謂的延長公司 為什麼醫生不就是幾點看診幾點下班嗎 這個不是很清楚 或者說他可能要去巡訪他要幹嘛 這個不是都很明確的一個工作的時間 當然有些你要去開到他可能就是類似像加班 或者其他的方式來做計算 這個有那麼困難嗎 我覺得其實以我現在的感覺 我也覺得是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我覺得講話聊 我覺得其實最關鍵其實就是所謂的醫療的不確定性 就是今天你很難確定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這個手術那他會不會 不知道會開多久 對那會不會又出現現在的緊急手術 對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家人朋友住院過的經驗 那當然這不是就覺得不是什麼好事啊 那如果說其實你一位病人 一位醫師他有一位病人現在還在住院的狀況之下 那當然醫院裡面會有所謂的值班醫師 第一線去處理一些事情 可是如果說當今天這個病人他遇到一些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那家屬也會希望 對他也是會希望他來 而且這個醫師他也不會希望就是說事情就放到值班的同事 心理還是會掛的 對那你說什麼時候會發生這樣子有辦法限制嗎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期 或者是去估算出一個頻率 然後給他一個公司如何去領領的做法的話 那這樣其實不是就變成說只要他還有病人在手上 今天這位醫師他就是一個禮拜七天24小時 一百六十八個小時都是他的工作時間 對那這樣子我們去制定他的公司規範就變得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 那但是中間有很多的層次啊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醫師 其實比較就像你剛剛所講到的 就是門診門診門診就是門診的時間 開刀開刀的時間 然後檢查比如說做什麼內視精神 對這個時間 對一定有這樣子的特別的狀況 可是就是說 每個不同的科別 還有不同的醫院的層級的醫師 還有不同的醫院的醫師自己的喜好 都會搭配不同的公司的樣態 那當時就覺得這塊太複雜 做醫師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先處理做醫師 那做醫師的這個東西 他 先讓他辣到老闆起法 好像說我給了他的保障之後 整個社會壓力就化解了 就比較不會出現像以前 醫師好險 我們怎麼一點保障都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所有的醫師已經辣到老闆起法 但是不知道有加一個差別 這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說那整個社會的張力就不會起來 他這個壓力 你知道我覺得最近這個又是 上次的那個勞基法以後 這比較晚進這個 比較有一個社會的關注度 其實醫師還是很多沒有人收到一個保障 這樣的一個新聞新聞新聞 這大概是一個過去從有到無到有的歷程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底下 那些沒有納入勞基法的保障 或是我們剛剛談到的主治醫師 他們怎麼辦呢 在沒有這些勞基法的保障的狀況底下 他勞基法可能對某些的行業 他事實上可能難去界定 甚至可能有些會覺得他是某種的限制 那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法律的保障 他的保障又是什麼 以在過去的這個經驗來講 這些主治醫師他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好 對 我覺得講有什麼保障比較困難 講沒有什麼保障比較簡單 那像是這一次邱醫師的這個案例 其實他就是一個在定期在所謂的定期契約之下 你不需要提出什麼就是法律上的理由 你就解約那就直接無痛的 也不用負擔什麼資錢費 這樣就可以直接讓一個員工從你的名單裡面消失 那在一般勞基法的員工裡面 其實他原則上契約都是保障他工作 穩定工作到他退休 但是中間有一些允許雇主基於各種理由去調動或解雇他一些理由 但是他就是在法律上面其實都有規定 那因為法律規定而這麼的明確 例如說你一定如果說你要給他解雇 你一定要先比如說試圖有輔導過他 然後告訴他工作上面哪裡不好 甚至你可能要把他調部門 你在A單位跟這邊的人相處關係不好 然後或者是說你工作品質差 那可能先視為就是說你能力沒有把他放到適當的位置去 那你要試試看另外一個地方 那在這些做法都做了之後你才可以跟他說 就是你可能真的跟我們這個畢公司不合 然後人家這樣就是想要先離開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基本的程序 對 那實際上這是一個 那還有另外像是說我覺得像所謂的調動 那種調動 因為像很多醫師的契約裡面其實都會提到就是說 他們在工作地點的部分的話都寫得很妙 就是說原則上以這個地方為主 但是如果是有其他醫療需求的話 那可能就是私院的醫療的需求調動 下次我們這個疫情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意思 哇什麼資源中正紀念檔啊 大型篩檢站啊 然後在北車去打疫苗或者這樣這些事情 那當然我不是說這些意思都是心不甘情無怨的啦 只是說大家難道不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他們工作地點這麼多元 而且不會啊 疫情優先防疫不是嗎 如果你們不出來做這件事情 那大家怎麼辦 我想這也是一個社會裡面會有一個期待嘛 對是沒錯 但是在這中間的話我們也發生一些爭議啦 就是說這個醫師其實他不是很想去 他去了這個資源 他可能就要放棄他原本的門診 他可能就要關掉這個診 那他會犧牲收入 他因為他去那個資源的這些工作 可能時間更長更容易加班 他其實不一定想要去 他寧可不賺這個錢 或者說他寧可就是放棄 他沒有想要做這個事情 他想要繼續自己的本業 他也不是說完全不願意配合 他可能只是覺得說 如果你要找我去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給我一些額外的bonus 讓我覺得說我犧牲本來的這些 比如說下班時間等等這些東西 或者是去面臨額外的暴露在疾病下的風險 這些東西是值得的 可是其實如果說今天我的一開始契約 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必須接受我的這個指派 所以醫療需求調動 甚至有些宗教醫院 還會加上一些比較這種大愛情懷的東西 我不是特別在指哪一個宗教 就是說有這樣子的一個理念性的東西 其實都很常存在契約裡面 那我們就會少一個這種去跑價還價 或者說希望其實今天雇主在這件事情上面 負起更多對我們的保障 或是入場責任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像調動也是一個 那再來就是還有像是執災的補償 就是在面臨執災 但其實雖然我剛剛一開始講的是過勞的事件 其實醫師真的會嚴重到這種過勞這個案例 但也是沒有那麼多啦 沒有那麼多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是至少是年輕人 身強體狀 到老一點才會出現這些腦性療癌的病變 那這樣再來如果說因為紫災師 能不能工作這個情況之下 牢記把他裡面的精神 也是所謂的無過失補償 就是說因為這個紫災 被認定為紫災 不管今天雇主他有沒有責任 是不是我害你變這樣子的 只要確定這個事情是跟工作有關的 他都有一個基本的義務 要補償我在工作室 沒有辦法工作一段期間的這個東西的薪水 那確保今天這個勞工他可能 需要很長時間復健 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回充衛資產 這段時間他的經濟收入 還是獲得一個穩定的保障 這東西勞基法有 但是你沒有勞基法 這塊東西下去就不存在 所以其實大概勞基法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這幾件事情 那至於公時的事情 現在就比較敏感 我覺得有些醫師他其實沒有這麼想要 在公時的問題上面被匡列 去規定 然後他可能還要打卡去計算公司 他自己也喜歡這種彈性的時間 可能有時候會delay下班 可能有時候工作到比較忙 那所以公時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比較是現在來說比較難以去界定 但是還是會很多醫師其實是覺得說 我可以接受公時彈性 可是我希望還是有一個 八成爛 就是不要就是好像覺得我很廉價 然後覺得說就是反正沒有基本公司 叫我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工作到多晚都可以 所以這些我想其實就是現在醫師所沒有的這些保障 那也是現在發生這樣的案例 我想有了新聞事件之後 未來會越來越多醫師敢去這樣爭議 那隨著醫療機構這種企業化的管理的這樣子一個風氣 一個這樣的氛圍越來越興盛 我可以預料到我想未來會有越來越多類似這樣子的案例 只是在過去他沒有變成一個新聞 大概我覺得其實中國一個因素就是醫師其實都很很有職場倫理 醫師都非常的有這樣子的一個就是長幼有趣的這樣一個操守 所以老師講什麼老師都沒有意見的 我不敢有意見的 尤其我年輕人 我對醫院的依存度只會比老醫師更高 所以醫師裡面的那種科程體系 也跟法院裡面的科程體系是類似的嗎 就什麼的師生關係是或是有 因為醫師是強烈的師徒制啦 老師他是教了我讓我從無到有的人 但同時他具有一定的主管或管理者身份 有時候這種這種之下我們很難去跟我們的管理者去say no 很難去跟他吵什麼事情 要我說什麼事情我大概都會做 不過你剛剛談到有關於勞基法的保障 當然在早期會有比較多的支持 是因為不斷地出現好幾則跟過勞史的這種醫生的狀況是有關 所以他得到了很多社會上面的支持 甚至他可能也只是一個同情 那或者覺得他是一種憤怒 那當然慢慢的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部分好像一部分被解決了 可是回到剛剛又談到勞基法的一些保障的部分 如果從一個純粹的民眾來講 對勞基法的保障可能就是對你們的醫師 不會被不當調動啊 不會被這個惡意的加班啊 不會在合約上面出現一些莫名的倫理道德的東西 可是從一個病人的角度 從一個患者的角度 從一個社會大眾的角度 醫師納入勞基法或是納入相關的保障 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呢 那我覺得第一個要說 就是我覺得其實台灣的醫療方便 那就是今天 比如說原本這個邱醫師的老病人 今天如果說他沒有了 就是邱醫師已經不在原本的醫院看著了 那他 either是我就看別的醫師嘛 另外一個就是說那 好慢慢邱醫師可能也沒有去到很遠的地方 不然我都開個三十個動車過去 因為我們地狹人醜啊 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太困難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對於有些 可能比如說他 就是知識水準來說沒有這麼高的民眾來講 然後他其實有長期就習慣在這地方做追蹤 你看那一些慢性病等等的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會比較吃虧 就是他就失去了一個就是 有沒有很熟悉他的醫師 可以繼續照顧他的機會 那這個也不是只是對於他的病人來說 而是說比如說一個有經驗的醫師 他對於他的同儕之間其實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不只是精神上面的號召 他們可能有很多的經驗上面都需要跟他學習 遇到不會的這個case 需要咨詢他的意見 那你他不在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就是更少了一個讓他其他的這個病患 有需要說比較更delay去即時 獲得一個專業的醫療 所以但這個東西我想 因為我們很就醫很方便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民眾不一定有這麼的明確的察覺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國外在這件事情他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像是有很多的著名的這些醫學期刊 那每年其實大家都會在 都會有很多的類似這樣的paper 其實是討論就是說 比如說我去改善一個醫師的他的這個shift 這個工作的輪班的這個長時間啊 或是休息時間啊 給他一些其他的工作待遇上面的一些介入 一些調整改善或是變化 那會不會對他的職業的satisfaction 那你說那醫師爽不爽 告訴我什麼事情 可是他們會去看醫療錯誤的這個發生率 會不會比如說因為這個醫師比較累 他因為他這個休息時間不夠 就更容易出現一些medical error 那很幸運的是說整個醫療其實它是一個 很多重體系啊 一個醫師他有一個他出現一個medical error 不見得會對別人造成傷害 但是累積很多很多 或者是在這個體系裡面 每個人都很過勞的時候 他就會發生問題 就那個系統的錯誤就會出現 對對對 就是我們說的起司理論 比如說他有很多的動 那你要很多的地方都出問題 他之後才會穿過那個起司 那當你這個大家都過勞 在這裡面大家都非常累 或者是我的這個臨床負擔非常重大 非常的重擔 就是很繁重的時候啊 那其實這個問題的出現就會更加的 也就是說看起來加入勞基法 或是有些勞基法的保障 看起來彷彿只是是對醫師的一種 工作上面的一種保障 或是可以讓他在心情愉悅 或者是他不會遇到不當的對待 可是他對你來講 它是一種對系統的維護 你這整體醫療系統維護 這個醫療系統維護是有助於醫病關係 是有助於我們在看診的時候的 某些的提供更好的服務 是這個意思嗎 對 而且我覺得其實像是這次疫情期間 我們大家都會去講到 去檢討 我們的醫療體系沒有超前部署 我們其實沒有局安思維 對 那就是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把人力 都放在最上限的程度了 我們原本就已經讓一個人 做1.5個人的事情 就是當今天你的醫療 優量變成兩倍或三倍的時候 那原本留在體系內的人 當然是超到爆 對啊 但是超到就是更沒有辦法 去負擔原本這樣的工作量 所以當我們在疫情中間看到 拘案思維的重要 看到超前部署這件事情的價值 回過頭來 那我們雖然現在還沒有 只有一兩個醫師出現這樣子的事情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們要有那個Sense 知道說這不會是個案 以後來再發生 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去制定一些 標準或制定一些法規 來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來避免這種醫師跟醫院 跟他的管理階層之間的 權力不對等出現的問題的話 那我想其實對民眾的健康的影響 會是優惟而生成的 雖然不會立刻出現 可是終究來講 大家一定會感覺到 我們這個品質是越來越在下降 我覺得這是我做一個醫療人 我很明確可以感受到這樣子的主動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 因為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電視劇 例如說派遣女衣 我們會看到有些這個 我們當然覺得說派遣對勞工 是沒有什麼太大保障 可是對於一些高專業或是高能力 或是那種具有某種獨特性的人而言 那個派遣或是那種不是固定式的合約關係 對他們而言 他事實上是可以有比較大的溢價的能力 他可以是有比較大的這樣的一種自主的空間 可是一旦有勞基法的保障 這兩者之間會有一些衝突嗎 或者是說他可能還是一個最基本的保障 那對某些人他有一些能力 他持續能夠去發揮他的專業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這種 醫療的醫院跟這個醫師之間的這樣子的關係 不一定只有雇用的形式存在 如果說這個醫師他真的比較嚮往的 就是派遣式的這種接案式的 我們不知道怎麼講 那他可能跟醫院之間的這個關係 就會比較是一個非雇用 可能是承攬或是委任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個在台灣也不是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想其實很多醫師 可能他也不用覺得說 如果說今天有勞基法或是說其他的醫療的法規來保障之後 那就會出現反正我的自由度受限這樣的問題 我想其實都還是可以有一些選擇的空間 就是說那我可能跟醫師之間 我不想要先聽一個這樣子的勞動的這樣子一個形式 就是走別的形式這樣子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其實勞基法像我剛剛講到 如果說我們要把剛剛保障到住院醫師的這個勞基法 擴及到其他人要到主治醫師的這個身份上面 這個做法也不是不行啦 那另外一個討論就是說 那勞基法它本身的體系很完整 那我們不要去動它 但是我們另外去修一個法 然後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保障 把它放到裡面去 是不是也可以達成這樣子一個目的 那這個就是現在 上次我們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也提出來的 就是政府曾經就體心動念過想要做這件事情 他們想要在醫療法裡面修一個專障 然後來用勞勞基法的方式 然後來保障就是醫療人員的這樣醫師 就是沒有收到基法保障的醫師這樣的群意 不過這東西反正也是胎死腹中 那對我們來說其實現在是 我覺得兩個做法可能都各有好壞 可是我們怕的不是今天哪一個做法最後贏了 而是我們怕的是大家都忘記了這件事情的存在 忘記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然後就零討論度 零討論度這個事情就不會有推進 你剛剛談到胎死腹中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在修法上面技術上面是困難的嗎 或者是社會資質是少的嗎 那時候在住院醫師拿了勞基法之後 當然有一個聲浪 我們那時候也有 例如說出來開機都會喊話 就說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的醫師而已 大家不要以為所有醫師都受保障了 所以當時的這個衛福部他們有提出一個草案 一個遺慧的草案 其實就是來處理這些被遺留下來的 沒有勞基法這些醫師 那不過這東西據我們所了解 就是送到行政院以後 其實就會被擋下來 我想大概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其實最大的一個關鍵的差別 也許就是還是在成本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比如說不管是定期契約改變成不定期契約 解雇需要額外付出的這些成本 職災等等這些事情 其實對醫院來講光是聽到 雖然他們也知道不會常常發生 他們就光是覺得有這樣子一個可能性 就麻煩了 對那尤其台灣的就是對醫院來說 那這個可能實際上狀況是怎麼樣呢 見仁見智 但很多醫院就會覺得醫療業本身不賺錢 醫療這個事業本身是已經是 非營利事業甚至是一個公益事業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說你要給他們更多寶藏 你應該要給我們更多的醫藥機構 對醫藥機構要更有這個就是經濟上面的抑注啊 那炒炒這個程度的時候就不會有下跌 那是更大的問題 包括健保費要怎麼收 整個分配的問題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最後就卡住了 那所以凡是談到錢的這種事情的話 那之後光是在要不要你出錢還是我出錢 為什麼我要多出錢這樣的問題 他就卡在這邊 所以這個東西當時我想很自然而然 我想也是會被擋掉啦 但我覺得其實回頭過去看 那是不是中間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對於我們來講 當然是不是ABCD全拿 當然是最好 可是會不會其實在經過一些 negotiate之後發現 就是AB大家還有很多的意見衝突 我們可以之後再慢慢討論 但是有一些更迫切性需要處理的 例如說像是解固保障啊 執災啊這種其實相對比較不會有爭議 社會支持率也會比較高的這樣的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先討論 但是就是很可惜的 就是像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那都是在三四年前的發生討論 那後來就沒了 因為中間立法院還換季 對 所以就更會從頭開始 那像是今年有沒有機會 其實是在重新啟動 讓大家知道這東西的重要性 然後開始來至少來開始來辯論嘛 哪些事情是你醫院你覺得絕對不能接受 哪些事情是我們覺得大家有共識 就應該優先保障的拿出來談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推進 的確是如此 就是我們當然對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醫師或者是這個院方 或者是一般的大眾 即使是同樣一種身份人 他的看法或許也都會不一樣 可是他總是要討論 而不是就覺得好像沒事 因為我們常常覺得沒事 以為這個系統穩定了 可是他常常這個系統是不穩定的 所以其實他也不是單純是誰的權利 學的權益的問題 而是整個的這個系統裡頭 他是不是能夠讓每個人都在這個地方 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這種資源的照顧 當醫生好是不是也代表病人就是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 可以切入的一個面向 今天非常謝謝陳亮普醫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好 謝謝 再見